专防守卫文人国防部长蔡明宪 推动国防二法专职国防立委 成功是涉雄自备飞弹的部长 虔诚基督徒蔡明宪长老 放弃美国律师的优渥待遇 反台从事台湾的民主运动 一路从国民大会代表 专职国防立委 参选台中市长 驻美副代表 国防部军政副部长 国安会副秘书长到 第一位国防法实施的 文人国防部长的心路历程 2022年4月24日星期天 早上10点到11点 有梦上水第69集将不吝分享 2000年选前 国安局对总统候选人国安简报正式 时任立法院国防赵伟的他所促成 专职国防立委任内 完成国防二法的立法 落实军队国家华文人领军 和蔡明县条款国防自主等相关规定 而2000年首任国防部军政副部长 其实另有其人 参选台中市长则确实 挽洩阿扁的政治现金 同时回顾美国国务卿鲍尔打电话跟阿扁道歉 就细为了什么事 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为何说写在党纲里 废除国统纲领与罢免总统根本没有关系 第一位有实权的文人国防部长 成功是涉雄自备反制飞弹 最后在谈腐为阿扁心灵的台中公益行动教会 及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下一个目标 最后在谈腐为阿扁道